先用if做完 然後再做VBA 那做完VBA之後的話 當然最後你也可以再加一個按鈕 在旁邊點一下 這個按鈕的話也許就是乘7 那可以把這個乘7兩個字複製 為什麼要複製呢 因為可以貼上 少打兩個字啦 其實就是這樣 好 那按一下乘7 它就乘7出來了 那一樣 這旁邊可以再加個清除 反正最後你們這個 我想將來按鈕都可以自己再加上去 加個清除 OK 那這一個是所謂的那個程序 是一個sub 那假設你的工作是 按鈕就可以完成 那你就用按鈕 那另外第二種是制定函數 何謂制定函數呢 就是在插入函數裡面 它可以自己出現一個叫使用者定義 裡面呢會有一個叫成績函數 因為我已經寫好了才會有 那你們是沒有 為什麼 因為你們還沒寫 所以如果將來你需要一個 幫你計算成績 而且這個計算成績的邏輯 計算的公式 計算的比例是 跟你自己定義出來比較有關係的話 你就可以用制定函數的方法來做 那這邊我先demo給我 按確定 它會跳出引述 這個引述的話就刮弧後面的東西 就跟使用者要一個平均成績 就是這個 它會return回來 return給誰呢 return給剛剛的成績函數 那成績函數呢再把結果放到這個格子裡面來 按確定 然後向下填滿 就完成 結果當然一樣 可是那個做法上就不太一樣 一個是按按鈕 一個是在這個插入函數 那哪一個比較好呢 你可以針對你自己工作去做彈性的調整 那制定函數如何做到的 首先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完成的 方選嘛 所以特別注意 關鍵就是在這個地方 方選 上面呢是sub 下面一定是方選 方選才有辦法在這邊出現 OK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就是 我先把這個先刪掉好了 假設 第一步就是插入什麼 程序 程序裡面的話 記得選擇方選 名稱的話呢 就叫做成績函數 所以把成績函數打上去 按確定 確定完之後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它會長得像這樣 一個方選 叫做成績函數 and function 這樣子表示一個完整的結構 那後面會多一個小刮弧 這個小刮弧 有它的作用 什麼作用呢 就是說我在插入函數的時候 會跟使用者互動 會跟他要一個什麼 平均成績 有沒有 我們剛剛不是插入 這個成績函數的時候 他會跳出一個什麼 視窗 叫使用者 你幫我去選什麼 選他的平均成績 那這個地方 就是要做引述 引述的話就是 使用者會丟一個什麼 成績 假設丟一個80 那80就會丟給誰 丟給平均成績 幫你存在平均成績裡面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做什麼 邏輯判 因為函數不需要跑回圈 它主要 我可以用這個來修改 上面這邊不是衣服 這個結構都一樣 你可以把它貼到這邊來 貼上 但是它的縮牌 好像多縮了一接 所以怎麼樣 可以把它倒車 怎麼倒車 按TAB是向右對不對 可以按SHIFT加TAB SHIFT加TAB意思就是什麼 就是減少縮牌 增加縮牌 OK 就把它倒車一下 OK 再來的話 特別注意修改什麼 這個剛剛是從依然去抓資料 可是這邊的話呢 這個是從使用者給我們的成績 所以特別注意 Ctrl C 平均成績 把這個改成什麼呢 改成平均成績 是誰給你平均成績 是使用者選完有沒有 然後丟在這邊 你再來比對 那輸出給誰呢 輸出給成績函數自己本身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是Return 這個Sub是直接丟在G欄底下 那Function是丟給誰 記得喔 是丟給自己 丟給自己 所以就是成績函數 那這個是規則 沒辦法 反正你一定要熟悉 如果說你今天要制定一個函數 就是這樣的邏輯啦 好 那最後他丟給成績函數 那成績函數最後丟給誰 因為你一定會指定一個儲存格嘛 他又會把結果丟給那個儲存格 所以再做一次 插入函數有沒有 成績函數出來 他會跟我們要一個平均成績 那你把成績給他了 他就會給你Return一個結果 給那個什麼呢 就是這個成績函數 這個成績函數呢 就會把結果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就完成Function的一個 算是什麼 一個流程 OK 所以你要慢慢習慣 那兩者都是VBA 可是喔 他們的做法上面 其實差異性還蠻大的 不過熟悉之後 以後都這兩個部分再重複了 所以以後用來用去 不外乎就這兩種VBA的 那哪一個會用的比較多 實際上喔 應該這個用的比較多 為什麼 因為以後就按下去就好了 好 這個的話 其實也有可能會用到 像常常的同學會問到說 你可能會需要某一個函數 但是那個函數 你找了半天找不到 怎麼辦 自己要寫啊 而且很多 內建函數裡面 其實是沒有辦法達到你的要求 即便可以達到你的要求 也要寫很多東西 寫一大堆東西 一串 那怎麼辦 你把它簡化了 簡化其實就是自定函數喔 OK好 所以這裡的話呢 就是所謂的自定函數 那這一段程式嘛 在雲端上也有 其實你就可以把它怎麼樣 Ctrl C Ctrl V 先試試看 然後把它清掉 再做一下看看 但是呢 後來有同學就覺得好像是太簡單了 後來他又多一個什麼呢 也許在這邊多一個 或者直接在這邊做好了 因為一般的成績沒有這麼單純 他說老師 一般學校好像大學裡面呢 80分以上 包含80分是A 70分以上是B 60分以上是C 不及格是D 那如果說今天 我一樣 希望再把 剛剛的兩重邏輯 變成什麼 多重邏輯喔 因為邏輯有時候不只是只有 那麼單純 只有合格不合格啦 一定是還有更多 更多更多 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有多重邏輯 有沒有方法用那個 函數 再來VBA 再制定函數 其實都可以啦 不過等一下 我們來看看 先把置領函數先試試看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沒關係你們先 如果說一下子要馬上熟悉不可能啦 不過沒有關係 你們也不用說太擔心說 如果有些東西你會沒辦法跟上 因為剛剛講的東西雲端上都有 剩下就是你要花時間 你只要唯一花時間 我覺得應該學會是絕對不會有問題的 而且這些都工作上完全都碰到 一般工作有的時候有的時候兩重邏輯 但是有可能是多重邏輯啊 像我常在算成績的時候 如果說我不懂得用那個多重邏輯啊 像怎麼辦 我只好一個個慢慢A 看成績B 看成績C 慢慢在那邊打 如果像有時候一個班上同學 一個班上 像現在市立大學 都超過80個同學 我光打成績喔 以前就是一個夢夜了 不過後來喔 用了這個VBA之後喔 其實打 其實坦白講 打成績變得很愉快 而且管理那個 就是說喔 那個 比如說 透過雲端管理給同學的檔案 其實我發現也變得很簡單許多了 甚至我把上課錄影錄下來之後 再丟給同學 同學的學習的狀況 其實也變得非常好了 而且再來喔 好像問問題的機會好像越來越少了 因為上課他只要有些地方聽不懂 以往都會跑來問我 但是現在都不會跑來問我了 都會直接到YouTube上面去看影片 多看幾遍就會了嘛 所以他也不會來問我 所以如果將來你們會有問題的 應該都是上課沒講到的 那你那個問題才有價值 OK 所以當然你也不要吝嗇 如果你回去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然後也把它用在工作上 實在發生問題解不出來也沒關係 你也可以把那個問題提出來 但是記得喔 你那個問題是需要稍微整理一下 你不要把你的工作全部丟給我 因為我看不懂你的工作 有些有同學整個檔案丟給我 我看了半天我不知道從哪邊開始看 因為它很多很多工作表嘛 那我不知道哪一個才是你的問題所在 那我不可能說把你的工作全部了解一遍 那太複雜了吧 所以你就把某個部分 你可以把它再寧存一個檔案 然後你的需求 類似我們這個範例檔 不要太多 你給我我可以幫你解決 雪魔竟